好,我们接着来看,前面已经把四个方法都写完了,下面我们再运行一下,然后再把这几个方法测试一下 小光,你看一下这个代码来说应该还是非常简洁,实观,并且可能没有那么多啰嗦的东西 大家看起来这个代码写法也是非常容易接受的,也是比较好接受的,所以你如果利用这样的一个云端的服务的话,来去构建你的APP,确实来说会给你节省不少的时间,对不对 好,我们已经起来了,我们看一下,我们先查询一下,因为前面已经我们添加一条微歌的信息进来,查询,你看这边是OK,没问题,北京 然后我们点一下修改数据,修改数据成功,对吧,然后再查一下,是不是把它改成了北京海淀了,北京海淀,这个也没问题 那么现在我就把它干掉吧,删除,删除成功,那如果我再去查询,可能就查询数据失败,为什么呢,因为那条记录已经被干掉了,被干掉了 我们在后台这里,你看这条记录怎么还在呢,那因为我没有进行刷新,是吧,刷新一下,是没有数据了,对啊,增删改查这个四个方法,我们就搞定了,对吧,就搞定了,那现在我们用到的是这个person,是我们自己新创建的这样一个表,是吧,一个表啊,还进行操作的,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用到这个user这个表啊,对啊,对啊,对吧,那user这个表是干什么用的啊,你想想,就是,实际上它代表就是一个用户啊, 用户是吧,你看,每一个app是不是都有用,都有这个用户这个这个信息啊,用户登录啊,比如说你用户需要登录什么什么的,对吧,对啊,OK,那如果是,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呢,怎么去使用啊,好,假设说我们再新建一个啊,我在新建一个什么呢,新建一个activity,OK,新建一个activity啊,空的activity,这个activity,我们把它叫做,比如说就叫做,呃,登录, 是吧,是吧,login啊,好,我们这个呢,我把它作为,这个启动的activity,好吧,嗯,好,完成,好,在这个activity里面呢,那你不是要进行登录吗,登录的话呢,我们可能需要有两个,这个,这个,什么玩儿啊,啊,id test,呃,id test,是吧,呃,text,应该是,应该是,呃,这个,是吧, 一个是名称,对吧,嗯,一个是输入的这个,你的这个名称,啊,我就拽过来,然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,呃,密码,是吧,嗯,呃,这个密码是textview的密码,呃,这个是,这个是,呃,数字的密码,对吧,对啊,随便吧,来一个, 这是我们的输入的这个密码,好,有这个用户名,跟这个密码,完事儿以后呢,呃, 我感觉这个我们text的这个名称是吧,名称就先不要了,id就叫什么了,id叫username,是吧,嗯,可以,OK,id叫username,啊,哎呦,刚才因为我没有,没有去,去,去改它, 这个呢,这个呢,我们把它叫做,password,OK,嗯,password,好,这两个,然后呢,我们需要有一个,假如说有这个按钮,是吧,登录按钮,呃,有一个登录按钮,呃,我把它放在哪呢,放这个中间位置吧,可能还需要有一个什么,注册,注册,这个按钮,是吧,嗯,那我可以,可不可以,把它俩, 挨得近点,挨得近点,这样比较亲密,是吧,对,来,亲密一点啊,好,那么这个呢,我们叫做,这个叫什么,这个叫登录,登录,登录,可以吧,对,id呢,id是要不用改,还是要改一下,要, 1, 1,转过来,是吧,嗯,转过来点,这个压住了,好,这是登录,这个呢,我们叫做,呃,注册,是吧,嗯,登录跟注册啊,这两个,这个,这个,这个按钮啊,注册呢,我们可以,呃, 嗯,一般情况下是靠边点啊,还是往哪儿靠一点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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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吧,就这样吧,我就不纠结了,是吧,好,那么,回到这儿, 回到下面这里,那两个按钮,两个按钮之间,我们是不是有这个,呃, 哎呀,这多了一个,哎呀,好,需要有一个按钮,叫做,登录的,login,是吧,对,login,是吧,click,是吧,login,这个注册呢,我们就叫做,呃,叫, login,是吧,login,是吧,login,就是IEG了,click,这两个按钮,对不对,嗯,好,那如果是我们首先第一步,可能需要有这个,呃,注册,是吧,嗯,首先有一个注册,那我点击注册呢,可能要,呃,可能是要跳另一个页面,是吧,对,要跳另一个界面,那这个界面呢,我们还得再来一个, 再来一个,这个,这个,这个,activity吧,regest,叫regest activity,对吧,嗯,regest activity,OK,我就叫regest了,啊, 啊,IG了,好,这个activity里面呢,你可能需要有这么几个,这个,这个元素,是吧,嗯,这么几个元素,嗯,那一会儿呢,我们把这几个,呃,元素里面整好呢,我们在,这个,我们的这个课件当中,这么几个值,啊,呃,用户信息相关的,比如说用户注册跟登录里面, 这个里面的这个修改密码,密码肯定就需要了,是吧,有这个,还有一个邮箱验证功能,他提供,提供,直接提供邮箱验证功能,那如果,那我们输入的时候,也是要输入一个邮箱,是吧,嗯,然后呢,还有文件的,这个,上传下载的管理,是吧,嗯,然后还有梭力图的这个加载,也就是说呢,呃,我们注册的时候,也需要给他来一个,这个,呃,比如说这个图片,行吧,嗯,可以吧,给他来一个这个,哎,头像,是吧,给他来一个头像,是吧,对吧,给他来一个头像,好,那我们, 那我们在呢,那你注册的时候呢,那你可能就需要这个,需要来选择一个什么,什么东西啊,第一个,我们就需要有这个,呃,用户的,用户的名称,是吧,对吧,哎,用户的名称,第二个呢,就是你用户的密码,是吧,嗯,哎,你要填一个,你的这个,初始的一个密码,当然的密码呢,可能需要 要重复两遍,是吧,对,那我这就,还是,一遍了,好吧,嗯,还一遍,然后呢,需要有一个什么,有个,我们的这个,email,是吧,email,有个email,然后呢,最后呢,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,呃,什么玩儿啊,需要有一个头像,是吧,嗯,需要有一个头像,那这个头像呢,呃,我现在暂时,先用这个,呃,一个,一个本电脑上的,嗯,是吧,模拟器不能照相, 对,一个模拟器,它这个是,啊,这是波动照相,啊,嗯,我就,呃,比如说等一下写死一个路径,是吧,写死一个路径的方式,啊,未来你可以做成这个,比如点击选择一个,是吧,对,这个也比较容易,啊,比较容易做,OK,这是我,然后最后呢,我需要有一个按钮,是吧,嗯,需要有一个按钮,button,放在,呃,就放在这吧,这个button叫什么呢,就叫做什么,呃,注册是吧,对,就叫注册,是吧,对,就叫注册, 注册啊,好,就叫做ig吧,ig,这叫注册,那我就直接,一点注册,是不是,嘣,到这里面来啊,对不对,嘣,就跳,跳这边来,好,那我们在这个login这个页面里面,啊,login里面的注册,这叫igclick,对吧,嗯,igclick里边来,我们应该怎么写啊,应该怎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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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来写, 这边,我把它去掉啊,去掉,这边呢,我们先写一个,public void,igclick,对吧,嗯,然后呢,V,呃,这边呢,呃,很简单,直接就跳一个,呃,Intent就可以了,嗯,对吧,我就用一个这个,Intent,然后呢,我就用直接跳转的方式,啊,呃,这意思,跟什么,跟这个叫做,ig, g,一个tivity点,是吧,class,对吧,嗯,class,哎,我看一下我的清单文件里面,这边,注册,自动注册了,对吧,嗯,OK,自动注册了,好,那么回到这,那我就直接,这样的话,我就直接,start,什么, activity,嗯,start,activity,就搞定了,对吧,对,好,就跳过去了,啊,这就是注册那个,然后呢,我们等一下还要写一个,这个, 登录的,这个,这个,click,对吧,对,登录的click,好,V,OK,这是我们登录的,啊,好,我们先,先看这个注册,跳过来以后,跳过来以后,ig里面,我们是不是要拿到相应的这个,这个值啊,嗯,对不对,拿到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值,我们要往上一点啊,往上一点, 把这个,我们先,暂时不要,先把它干掉啊,好,那么你要拿到这里面值,首先呢,我们就需要有这个相应的这个,呃, id,他,什么, text,我先把它,呃,获取了,获取下来,是吧,嗯,先获取下来,呃,第一个 id text,我们叫做,什么玩儿, 是不是name,name,name,然后还有这个,呃,id text,什么,passport,是吧,嗯,还有id text,呃,还有一个是什么玩儿,邮箱吧,邮箱,email,是吧,对,email,对,email,对,email,嗯,还有一个叫id text,呃,我们,我们叫这个,呃,头像是吧, 啊,icon,啊,ok,好,那么这几个呢,我们要先把它,find by id,是吧,对吧,啊,点id.这个叫做id text,呃,username,是吧,嗯,username,然后呢, 箱子转换一下,箱子转换一下,是这样了吧,嗯,对,呃,四个,对不对,然后呢,是,呃,复制一下啊,复制一下啊,复制一下啊,这是pass,id text,这个是password,对吧,嗯,然后呢,是email,email,我们有改名字嘛,id text,貌似没有改名字啊,没改名字的话,我们这边应该叫,这个是叫, 这是什么门,第二个是password,对吧,嗯,对,呦,这个id应该是叫2啊,是吧,这个,啊,这叫 id text2,帮我记一下,这是id text,也不叫name,对吧,嗯,这是id textpassword,这个叫234,对吧,嗯,234,所以这个就 叫做id text,这个叫id text2,这个呢,it text3,对吧,对吧,这个叫it text4,是吧,嗯,好,这个4,4呢,是我们的这个icon,对吧,嗯,icon,好,现在有了拿到了这个组件啊,拿到了组件,我们最后是不是要点击一下这个,这个按钮啊,嗯,对吧,在这吧,点击一下按钮,叫 on click,这个才是真正的叫做re,呃,register,是吧,对吧,register,呃,就叫register click吧,写前点,刚才那个叫ig,是吧,对吧,ig这两个字不一样啊,好,那我们在这儿,public void,这边叫做register v,是吧,嗯,OK,得到这个以后呢,首先,我先把这个名字,这些信息,先怎么样, 是不是先,先拿到啊,对,先拿到这个名字啊,这是我们要注册的这个名称,然后呢,还需要拿到这个,呃,password,是吧,嗯,password,呃,叫做pass.gettext.tostin,是吧,嗯,是吧,然后呢,还有这个叫e,email等于,是吧,id text,email.get.tostin,是吧,嗯,是吧,嗯,是吧,然后呢,还有这个叫e,email等于,是吧,id text,email.get.tostin,是吧,嗯,是吧,嗯,是吧,嗯,是吧,然后呢,还有这个叫,email等于,是吧, 这个text.tostin,是吧,点tostin,是吧,点tostin,是吧,ok,还有呢,这个叫做icon,是吧,嗯,icon,就是我们的这个,头像,是吧,是吧,头像,点tostin,OK,得到这几个值,好,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对象,什么,对啊,没有相应对象,我们需要有创建一个这个叫user,这个对象,知道吧,嗯,创建user对象,那创建user对象, 因为那个user对象,它本身就已经怎么样,是不是有啊,对啊,本身就有这个user对象,那所以呢,我们继承的时候要用这个叫,叫bmob,有没有这个user呢,看到没有,是不是还有这个bmobuser这个对象啊,嗯,你直接继承他,那相应是用户名,密码,那几个字段呢,他都有啊,然后,只要你加上谁啊,加上我们自己的, 自己的是有几个,呃,记得几个,我看一下,他里面是不是连email是都有了,是不是email也有了,对啊,你看username,password,然后这个email是都有啊,嗯,这都有,然后呢,我们没有的就是一个,icon,是吧,对啊,所以呢,你只需要在,这儿,你要添加一个什么,icon,这个,这个地址就可以了,是不是啊,对啊,添加这样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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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,地址就,OK啊,我们来生成一个,呃,get set方法,对吧,那写成该方法,然后在这儿里面,你就可以直接去怎么样,另一个,什么呀,这个user对象,是吧,嗯,另一个user对象,然后user,你去set,他的这个, 这个 呃 username 是吧 嗯 塞的 username 然后呢 塞的这个passport 对吧 对 然后呢 再塞的他的这个 呃 email 是吧 嗯 e-mail 然后呢 再塞的他的这个什么 icon icon 是吧 嗯 icon 是他的这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地址啊 嗯 都是用 这个是他这你现在获取到这个icon是本地的那个地址是吧 嗯 本地的地址 那你这个存的icon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网络上的那个地址 对 所以这里不应该是在这直接把它设置进去 是吧 那你可能还需要设置到什么 还需要是文件的这个上传是吧 文件上传 把它传上去以后 然后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 自动生成一个啊 网络上的一个一个一个图片的一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名字 再设置到这个icon里面去 嗯 知道吧 再设置到icon里面去 好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这个这个文件上传的问题了 是吧 文件上传的问题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个时间关系这一节先到这儿 好吧 下一节我们继续啊 来去写 那么可以